台湾明天举行九合一选举 除了是对民进党政府的评分会 更重要的是13个月后 总统大选的风向标 在中国政府施压 以及经济停滞的不满因素下 专家预计蓝绿选票动向 将和以往大不相同 11月24号将是总统蔡英文的期中考 上任两年来争议性政策不断 对岸关系方面则是冷冰冰 政府之间几乎断绝一切往来 民生经济是最切身的选举课题 虽然台湾经济成长估计会达到 2.6% 数字算是亮眼 但打工一族完全无感 加上中国出招 让民进党政府四面楚歌 高雄市民进党20年铁票舱 这次选举对绿营而言 是师高雄者师天下 偏偏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以民生课题和谦卑姿态 将北漂课题发挥得淋漓尽致 人气红不让 对民进党成其脉构成威胁 首都台北方面 上届出现柯文哲代表的第三股势力 跳脱蓝绿传统格局后 选情更是难以预估 寻求连任的柯文哲 将和企图重夺北市府的 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 以及民进党候选人姚文志对抗 选情胶着 在整个政治经济氛围下 与对岸关系良好 而且有着清商形象的国民党 有可能反扑 中国因素影响民意走向 到底是会激化选民更加绿化 还是会惩罚民进党政府 明天就会有答案 除了地方选举 宝岛明天也对同性婚姻合法化 以及废除2025年 非核条款举行公投 宝岛明天也对同性婚姻合法化